赖一陌生讯息却自称自己是邻居 越聊越奇怪 王小姐也收到这位自称是楼上邻居 马先生的人赖他 说这周家里要装潢 可能会有噪音 王小姐警觉性很高 一问他住几号几楼 马先生回说A28楼 让王小姐发现住的地点根本不对 怀疑有诈 你明明就没有楼上或楼下邻居 去常常收到这样的简讯吗 有网友就分享他收到的简讯内容 是说自己是邻居 现在要装潢了 要请他特别注意 还有说是想要代收包裹的 甚至说自己是王太太或陈小姐 介绍的相亲对象 小心这可能都是诈骗 我收到一个陌生的讯息 他跟我说他在楼上 他是做楼上的新邻居 他在整修 那地点刚好是在高雄 因为我老家是在高雄这样子 然后他就会以各种名义 想要去跟我聊天 像可能问我说早餐吃什么 你没看错 就连玻璃师大人都收到 情事局也说 这种莫名其妙的起手式 是新的诈骗话术 会让收到讯息的人 先看得莫名其妙 借机诈骗 他们会衍生不同的话术 来接近就是潜在的被害人 其实这一直以来 都是存在的现象 那最后都会转成假交友 或是假交友投资的方向 再去继续行骗 165提醒 LINE关闭电话号码加入好友 能杜绝这些诈骗账号 直接传讯息给你 以防各自外泄 进一步被诈骗 看到陌生邻居 向心对象传简讯 也别轻易上当 TV新闻网站上 早热点台北采访报道 优优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